拯救大桃树 龙卷风还是把大桃树吹坏了 桃花一直在落 等落完都看不到桃花了 那怎么办呀 治好大桃树需要很多能量和水 能量和水 水果村有很多能量果 小河神可以给桃树浇水 云朵成的云朵可以让水变得更多 我们分头行动吧 要快 必须在今天夜晚之前治好大桃树 让桃花不再飘落 为什么 夜晚来临之后 大桃树就治不好了 得赶快行动起来 你们快去快回 白副子 白副子 我把能量果也带回来了 水牛拉着呢 水牛在哪儿呀 水牛在后边 我们快把水牛拉着的能量果倒给大桃树 白副子 白副子 大桃树现在治好了吗 桃花还在飘落 要完全治好大桃树 还需要浇很多水 快到夜晚了 我回来了 吃八斗 我终于在夜晚前把云朵带回来了 我去教室了 我去教室了 我去教室你们 我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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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室 我去教室 桃花没有再落了 孩子们 你们真棒 夜晚快到了 我要先回家了 孩子 等等 你喜欢吃桃花饼吗 谢谢你的帮助 谢谢您的桃花饼 再见 桃花饼 再见 那我们给种瓜娃娃 还有小飞仙送什么呀 种瓜娃娃喜欢干什么呀 它喜欢种地 我可以送它种子 顺便送水牛回去 小飞仙喜欢吃西瓜 我真有习惯 可以送给小飞仙 你喜欢什么吗 小飞仙 你喜欢放风筝吗 喜欢 那我们一起放风筝玩吧 小飞仙 快救了 小飞仙 小飞仙 是 好